嗯 我们继续讲那个虚拟机参数转移啊 首先的话 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虚拟机参数转移什么意思啊 就是 我先建一个课堂笔记吧 这个概念呢 可能不要抽象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理解的话 那就没问题的啊 只要虚拟机参数转移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呢 就会把 我们这么 我们这么想啊 虚拟机每虚拟化一个抠啊 每虚拟化一个跳图 一个函数啊 就可以把这个函数当做一个 嗯 欧吧 欧 欧一 当欧一 那么这个参数都可选了 这个呢 是一个假 这个一呢 是一个假定的参数啊 一 假定的参数 参数 如果说啊 如果说 那么这 这个欧呢 这个欧呢 是表示函数啊 那么只只要是出现这个欧一的话 那么的话 只要出现这个欧一的话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知新欧 哦 实行哦 一的一的话就是在原本位置上实行 实行 如果是恶的话 如果是恶的话 可能就不在原本上实行啊 这这一步的话是一个抽象化概念啊 就虚拟机每虚拟化一个函数的话 它就给定出这一种形式啊 也可能是什么 欧二 欧二 但是的话 这个二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 你当前这个函数呢 可能不在这个当前那个地上执行 可能是 在另外一处地上执行 但是这个地址的话 可以说是相对的 也可是绝对的 这就看虚拟机怎么虚拟化啊 嗯 还有个就是 Q啊 Q1 Q1 Q1的话很很明显 不等于 不等于这个啊 不等于他 为什么 因为的话 因为他欧不一样嘛 是不是 Q和欧不一样 那是的话 但是假定参数一样吗 假定参数不一样啊 假定参数不一样 就就相当于怎么做啊 欧里面欧里面执行的什么 执行的Q Q是吧 然后如果说你要 进行无缝执行啊 进行参数你就用无缝执行 什么意思啊 我怕长一点啊 我看一点 无缝执行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调用之间没有任何细节 你可以让你过来看到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Q QQ的话Q和欧是两个不同函数啊 不同函数 细节就是参数 欧Q不同 细节 欧Q是两个不同函数 细节就是参数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现在手画一下公式啊 这个呢是一个超像化出来的一个概念啊 然后的话 呃 这就是说这就是说的话 呃Q1 不等Q 不等Q 但是的话它那两个参数就是一样的 这就是他们的细节了 如果说你是二的话 人们细节就不一样啊 细节就是不一样啊 如果说啊 如果说Q 如果O直进到Q里面去啊 直进到Q里面去 那么的话 我呢 如果要想实现无缝之心的话 那么的话参数是不一样啊 这个意义的参数是不是也得一样啊 细节是不是得一样啊 是不是啊 如果说细节的一样的话 那么你要保证一点 你要保证这一点 你这个参数就是彰显参数啊 保证点 两个函数必须是同一个函数 啊 如果说这一点我们保证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无缝执行啊 因为的话你你刚刚说了嘛 两个参数 两个函数就是一个一个同一个函数啊 那是他们他们变成是两个函数啊 他这个是通过一个通过一下什么呃 通过一下虚拟化的手段 也可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说你要碰到这种关系 虚拟参数转移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碰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你要分析两个不同函数 那就不要难一点啊 因为他们他们两细节不一样啊 细节不一样 当时的话细节可以转转移 为什么 什么说 怎么说啊 怎么说可以转移 首先的话 我们我们Q和O是两个不同函数 当时的话 你要从 你要从O只要Q里面去 是不是 此时的话 我们要保证一点 我们要保证点 我们这个腰是想是一定的 你这个 你这个你这个一也是一定的 你的Q也是一定的 如果是你那个Q是二的话 如果你可以 如果说你掉到Q2的话 那么的话就无缝执行不了 因为它两个细节的话 不一样啊 两个细节不一样啊 就这就是所谓的虚拟参数转移啊 啊 那么的话 进行无缝执行 呃 首要条件呢 就是细节一样 两个都是一 而细节就一个一种抽象化出来概念啊 一就是一个细节 然后二呢 它又是另外一个普通细节 对 那么必须细节一样 你才能执行 达到任何种无缝执行啊 ok 然后的话 我们 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测试一把 我们加个壳 我们用 我们用预约程序做那个演示吧 实际的话 这里呢 我就不 做太多啊 然后我这里就加一个这个 这个按钮就行了啊 我们我们新建一个函数吧 新建了一个函数 就是这里也可能是返回一个整数型啊 这里呢 可能就是啊 比如计计计算 里面放一个整数型 1 1啊 然后这里嘛 就是1乘以100乘以996乘以66啊 加上这个 然后的话 我们返回 可以吧 嗯 这样大概大概就这样子啊 做简单一点啊 然后首先的话 你要是不是要读取那个pass 这个是不是密码 pass 然后编辑框一点文本啊 内容 到整数 那的话我是不是把它传过去 点内容 好的 如果啊 我们调数处去吧 我们先给他确定一个值吧 这个吧 我刚输入什么意思 我刚输入是什么 一生一生啊 如果啊 如果这个 人语这个 信尼框 登陆成功 否则啊 我这东西败是吧 ok 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此次的话 你输密码 任何秒都输输输抽完 然后你输这个 你要他要上台 等走通了 然后我们做目的呢 就是把这两个虚拟化掉 把我们这两个给虚拟化啊 到时候怎么虚拟化 他这种细节规定呢 他是跟虚拟化经营执行的啊 那的话 我们把它编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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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编译完之后呢 他这里已经显示了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交给VMP吧 我们首先的话 我们要确定一下代码的位置在哪里啊 打开我这个欧地啊 拿过去 我们看一下代码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们往上拿 往上拿 往上到这里呢 这里就是他的一个那个什么 我们打开那个EDBug看一下 这里 这里 这里就是他 这里就是这一处地方吧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不是有个叫做计算 这里啊 啊 不是这里 这里啊 我们 我们要 我们把这两个给虚拟化一下吧 我们先记录一下呢 就递在哪里啊 然后我们打开VMP的给虚拟化一下啊 虚拟化一下 这一个虚拟化之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虚拟化这个 主持人 两个都要虚拟化啊 然后的话 我们只虚拟化了 那这下都不要勾上啊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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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掉 然后现在就变异了 变异完成啊 变异完成的话 值得啊 如果说没爆破掉 怎么爆破 爆破 OK 我们马上拉 看一下啊 嗯 这两处呢 都被虚拟化 但是这一处 这处是应该是服务店转换 意愿的服务店转换 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管了 但是这两处都被虚拟化了 我们看不到 正常结果 是吧 呃 但是呢 我们怎么处理这种虚拟化呢 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一个就虚拟参数转移 正常 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 正常情况下怎么做啊 拿上去一点 这个上面是用户代码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个多点吧 这个是我们这个计算 是吧 然后这里是我们这个按钮一 这个按钮一备当机啊 ok啊 然后完成之后呢 13123 这个线是不是有麻兵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下个多点 看吧 在这里下个多点 我们呢 是不是就可以 他是不是断断在这来啊 只是 辞职的话 我们是不是 可以干预返回值啊 也可以干预我们这个 这个参数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就是正常啊 这就很正常的动态 ok啊 然后的话 我们 我们看到我们的讯息里面去 看讯息 在这里 在哪里 在这里啊 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啊 下个多点 登录 哦 我点错 点前面那个登录是吧 这个没跑起来 是吧 三三三 你看 你看到没有 他执行的吗 这个他执行这个 他并没有执行这里来啊 看没有 我们这些是多多 这个多点 他也没有执行到我们这来 而这里呢 就扯到一个就是说信息参数转移 就是无缝连接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公式带来记好 这个公式呢 就是啊 这个q 口号1 不等于这个的时候 那么到这两个函数参 这个函数两个本身就不一样了 那它的细节的话 如果说你能规定一样的话 那么就可以那么就可以指定你这个讯息可以进行参数转移 转交 综合一体 保证点 两个两个函数就是必须同个函数 什么意思 因为的话 因为的话 我们虚 我们一个虚拟机啊 私心 画图 这原原本本是两个函数 两个函数啊 函数 a 函数 b 那么的话 如果说被虚拟机虚拟化之后啊 如果说你个虚拟机参数转移的情况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两个函数呢 它会把它连到一起 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整体函数 整体函数 此次的话 此的话 这两个东西呢 它就不会在你这里出现了 它 它已经把这两个函数连成一个整体了 此次的话 你 此次的话 你 如果说你要 因为的话 你到了这里之后 奥扯息 如果说你到了这里之后 这里是不是进入虚拟机啊 你看 进入虚拟机是不是满足一个条件啊 你必须退出函数的时候 你才能进入新鸡是不是啊 但是的话 你 你这个函数进入 但是你这个函数 你你退出了吗 对嘛 Gonna 你没退出 因为的话 这一整个函数 整个函数什么 但是的话这种这种情况就是 函数跟函数比连成一个整体了 两个参数已经成为一个函数了 但是他们系他们细节 他们他们细节也是被运行进化分了 不是化分是化分化分成一样的 保证点 QE无缝资金 那么这个一定等他 等于他 换句话说 这两个就等于他 你经过处理 这个的话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不用看 经过处理之后 你这两个是相等的 你这两个想之前是相等的话 那么的话在他这就是个整体 整体系 如果说你要你要干嘛 如果说你要再细这一下段点 Q这一下段点 因为他已知已知这里是个函数 你知啊你这个是个函数 是一个函数 则则QE它是一个代码 一段代码 一段代码 那么那么的话你在一个代码 在函数中间 如果说你没退出运机啊 你是拦截不了的 如果没有退出运机 那么你拦截不了这个啊 是吧 那么你你只能干嘛 你只你只能在这拦截 C 假设我他假设那个反复地方 我假设为Y吧 你只能拦截Y 只能拦截Y 是吧 只要拦截Y之后呢 你就能正常达达到我们这个函数的这个这个训练机推出完成之后 你叫拦截Y 拦截Y之后 你才能正常啊 干涉他这个整体函数这个防御值 是吧 其实的话 他这个细节一样 只有细节一样的话 那么在训练机这个训练机才能正常进行参数转移啊 进行参数转移的话 那么这个其中一个函数就张相当于一段代码了 啊 所以说在这个训练机里面呢 他进行这一步操作 他进行他进行这一步操作的话 那么的话 这训练机他说没必 既然说我已经知道你要执行这个函数 我那我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必要让你说 直接跳到我这里来 然后再从这里跳到我们训练机 啊没必要是吧 他他就没必要重新说进入训练机啊 什么重新 训练机河流 河流是吧 训练可能大家不想没手 就不扯这个东西啊 首先的话这训练机重新进入训练机 重新进入训练机 重新进入训练机 重新一下保存环境 保存训练机环境 保存训练机环境之后 是不是弹出 原环境到虚拟环境 他就没必要做这一个操作的 是吧没有必要了啊 插 插 他直接干嘛 直接转交 转交 指令流 指令流什么意思啊 接着转的指令就是我们这个 等价格啊 这个键盘是出问题的 转交控制 假如说控制权啊 空前这个工具有点抽象啊 就这么说吧 直接准备控制流 有点的话这个控制流啊 不包括什么 不靠不包括重新进入训练机 保存训练机环境 弹出原原环境到训练环境 他没有这一步操作了啊 没有这一步操作的话 那么的话你就很难定位到 我们这个这个函数 你你定位定位定位不了的话 你就没法干涉它的防御值 干涉它的参数 你就没办法实际上爆破 也没办法实际上数据提取 是不是 那么也没办法呢 有办法 肯定有办法 因为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还说呢 我们给它划分成一小份 它可能等于什么 可能等于D啊 D什么 Z Z X 个细节 我们是不知道啊 C I 如果能定位到我们 他加他只等于这个 如果说能定位到D D的返回处 返回处L 如果能定位到L 我们是不是就才能定位到Q QE啊 是不是啊 这样定位到L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干涉 我们这Q的防御值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大家这个东西东西可能不要抽象啊 但是如果说只是理解啊 一下就行啊 就可以了 这东西要慢慢理解 还一个抽象点就是两个函数必须同个函数 因为的话我就有画图了 大家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看懂啊 两个函数 他已经被虚拟化成一个函数了 这这东西这里面一个函数就最棒的教员加计算加结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呢怎么做 我们要爆破这种方式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根据我们要分解啊 分解我们Q1啊 是不是可以分解出我们这下指函数啊 指函数加细节啊 分解说指函数加细节我们定位细节可不可以 你假设啊就假设 假设有个元代码当中啊 元代码当中是他怎么样执行的 元代码当中他怎么样执行的 哎这个不是元代码 这才是元代码 首先呢 他这里是不是执行了一个什么读读主线属技啊 他这里呢 是不是又又执行了一个释放内存啊 我们在我们这一下个对点啊 看他会不会跑到我们这个释放内存面来 哎他点错了是这个 他也没跳啊 跳了是吧 到整数 他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个1313个到整数啊 是不是 说到整数里面有什么相等的 我们我们在这里下个多点 先多点 走 看没有到整数 到整数 先到这里先到这里的话 那么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环境 假设已经被虚拟化了 这里环境假设被虚拟化了的话 那么的话他这个计算器呢 他是不一样了变动了 然后到达我们这里之后呢 他在这里呢 他一定会把我们这个环境给回复回去 在哪里 在我们这里啊 他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进入环境给回复回去 最终会复成再自得性啊 此时啊 此时一一批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我们记录下来啊 复制就能去到我们控制版面 像是像是这样子的 ok啊 然后的话我们给返回去 往那门再来 他这他又执行这个考了 这个考就是我们这个计算考是不是 然后执行到我们这里来之后 然后f7一下 他进到我们这里来了 进到我们这来之后呢 我们看我们看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这个计算器啊 他是怎么样的 首先es as他是不同啊 es的话是不是上个上个长度的方位值啊 ecs不变 acacacs变了 eds的话也变了 abs没有变 但是的话这个这是一变启人器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 我们看我们两个站 站的话是不是 减4还是加4啊 是不是他站顶是不是变了 但是这个ebp他没有变 es i也没变 es i等也没有变啊 但是这几个的话我们都不能确定啊 es i不能确定 这几个我们也不能确定 因为他的异变性太高了 只有ebp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确定下来啊 如果说确定我们的ebp的话 我们呢是不是进入下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必须就先退出去退出虚拟机环境 我们是不是也能也能根据我们的这个计算器 给他搞把那个函数给拿到手 把那个函数量用给拿到手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函数假设已经被虚拟化了啊 这虚拟如果进行参数手机的话 你这你这工程也根就不能让你解到 因为他要根就不会退出虚拟机 这一步操作啊 如果说你不能退出虚拟机的话 那么你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外面看呢 你在这个要里面 你能不能拿解到 在这个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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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外 ok 外 外到这里之后呢 他在这里也是不是0呢 实际这也是外啊 现在我们这 现在我们这一步操作啊 现在我们这一步操作 所以到这里呢 epp epp一样啊 epp还是一样啊 epp还是一样啊 epp还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 去一个击数器 叫epp 来来定位我们这个 定位我们这个这个关键处啊 所以说这里呢 是对付我们这个虚拟机 操作所的一种 妙招 那那么还有其他方式啊 但是我们遇到的话 我们再交啊 我们再交这个不急 啊 首先的话 这是哪里 首先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确定 他会掉到哪哪哪一处地方 这个的话 我们就跟踪吧 f25 我们插个插件打开一下啊 核心库 这也是核心库啊 那么的话我们这里登录一下 此时的话 这是不到总数啊 此时epp的话是是怎么epp什么意思啊 epp就是10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跟踪我们这个epp 是不是 epp什么 epp是这个这个东西 ok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这个条件跟踪的方式 我们跟踪epp啊 条件 条件跟踪 是不是条件 我们当条件为真 然后这里是epp epp epp epp等什么 e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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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p等他的时候我就给他转停掉 现在epp等他嘛 不等于啊 所以说我们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手动单步一下 让让他改变我们的EPB的值 值EPBEPB值有没有改变啊 已经改变了啊 OK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设置条件了 EPB就等于我们这个0019F510了 OK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条件 跟踪步入 跟踪步入之后呢 他这里有显示 OK 他在这里暂停了 这里是不是就退出虚拟机啊 这里 这里的话 他这里是不是计算 看没有 是不是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啊 他最终是不是在这里要退出环境啊 因为的话 因为的话虚拟机的话 他说他要跟没法确定 你这个行数退出之后就怎么样 他都没 如果他为什么会行这一步操作啊 大家要明白一下 这一部分他说就是DZXKI 他没法 他没法推导出 他没法推导出这样子啊 他没法推导出这样子啊 你只要你动态 他没法推导出这样子全等 没法推导出这样子啊 既然没有这样子的话 他就没法推导出 你反对这一个 你会造起自己什么 这里的话是不是登录成功 这里的话好像 这有没有虚拟化 这个是不是弄错啊 我在这里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他们也在虚拟机了 在这里又就是虚拟机了 他在在在他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的话我刚刚下一个队 所以他没办法 他一样跟他没到达这里来 是吧 那么的话 这就有关要训续模拟的问题啊 训续模拟 我们我们按照我们训练机的更训练机 思理思想来 呃 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要虚拟虚拟化一个函数 虚拟化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获取这个函数地址 那的话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靠啊 这个地址呢 是否被虚拟化啊 如果被虚拟化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参数转移 是不是 但是 你有办法确定IT吗 IT后面有没有参数啊 你能确定IT 一定反过到你这个虚拟机里面去啊 能你能不能确定IT一定反过到你虚拟机 假设啊 假设这个东西 他假设有两个地方要用了 假设有两个地方要用了 这个地方啊 我们画个图吧 画个图 这这一处地方 这地方假设你有两个两个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让你地方啊 这个地方给给跳过来 他那么到这个这个是虚拟化过后的啊 虚拟化过后就打个插吧 算了写一个字吧 虚拟化 虚拟机 然后他在这里呢 也一样可能会丢用到这里 是吧 那么这里没有虚拟化 虚拟机能确定 虚拟机 那个参数转机能确定你返回的地方是虚拟化还是没有虚拟化吗 如果能确定是虚拟化的话 OK 那么他大可不必执行这一步操作 大可不必执行刚刚这一步操作 如果没有虚拟化的话 如果没有虚拟化的话 如果跳准是虚拟化的话 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执行这一步操作啊 如果他跳准那个这个条件呢 如果是没有虚拟机的话 也可能是虚拟虚拟化的话 也可能是虚拟虚拟化的话 那么他一定 他一定不会执行这一步操作 OK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 就是 嗯 条件 条件 不知道啊 不知道 经营把货 就是有有个叫做 很著名的一个就是说 说什么来着 说薛丁烈的猫啊 薛丁烈的猫 那你是不是说这个下几个箱子 但有放射性的盒子 然后把这帽放进去 让的话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不去打开了 这只帽的话 如果你不去打开的话 这只帽的话 是不是你不知道它是死还是火啊 如果你打开确定条件情况 它是死是火啊 是不是 这有点类似这个 但是说这个话有点类似啊 有一点点类似啊 这虚拟机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观察 你没从这一返回 你没动态执行 你没有动态执行 你你是不知道 你返回这里是虚拟机 还是代码执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你你你人的眼睛 如果你不去观察那只猫 你是不知道它是死是活的 那么这只猫是不是属于一种半生不死的状态 是死是活 你知道你需要观察它 这是这个观察 是不是你的动态执行的结果 其实如果说你不是 你不去动态执行 那么的话 你就不知道你返回是虚拟机 还是代码执行 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么条件 你那么条件的限定结果 一定要放低 放得很低 ok 此时的话虚拟机 你就放得很低了 此外这里的话 我就原来奔本什么样子 我就原来奔本什么样子 是不是 这种它会跳到跳起来 此时的话 这里反这个到整数 这个是计算啊 计算 然后的话此时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干预 干预返回值啊 防御资赛 这个成功登录的防御资是什么 能找一下啊 登录成功的防御资是什么 我们改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啊 能不能成功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APP 动态定位到我们这里来了 这处呢 就是刚刚所说的 是否计算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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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没有 实际当中成功了 是不是 实在很爽 只是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只能定位 虚拟机参注者你的过程中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 可以定位 利用这种 EPP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定位我们这个核数位啊 我们总结一下啊 中间 带有虚拟机参数转移啊 虚拟机参数转移的情况下 是吧 不能干嘛 不能以正常方式经营定位 是包括区段间的调转 包括区段间的调转 是吧 你只能通过 通过跟踪啊 我这里就通过跟踪EBP 是吧 直进跟踪 但是方法很多啊 方法很多 我这里啊 我可以根据ASP值也可以啊 我可以一步步跟踪啊 是不是 ESP加加4的话 我也可以记录一次 ESP-4的时候我也记录一次 是吧 如果说ESP的值加到一个加到一处地方 等于什么等于什么等于等于干嘛 加到一处地方 我们可以取他内容 如果等于一个push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很大可能 这一部分是进入一个虚拟机啊 是吧 刚刚我们 刚刚我们这个访问区在哪里啊 在这里 是不是 如果ESP啊 因为的话 他肯定会压入我们这个这个访问地址吧 是不是 我们判断啊 我们放在这个站里面站的这个这个变化呢 呃 像这种呢 这样的变化呢 压入个地址呢 如果等于这个68呢 情况呢 还是比较少的啊 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一个负责去判断 我们去判断一下啊 我们这个站加4-4我们就加我们记录一下 只要只要他push一个这个地址4bA16 等于我们这个趋断间趋断间的数值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检测一下你这个你这个是不是push啊 如果是push 你是不是很大可能 你就是这个返回值啊 返回 返回处啊 只要确定一个返回处 我们是不是就给干预返回值干预参数啊 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虚拟参数人一个 这个大概的一个结果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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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